不用在這裏叫救命 上個禮拜我們說過黃錶商場 差點想說黃錶商場 黃錶商場就是要叫人貼通告 不要亂衰 不要亂衰黃金 不要被類似欺比的人進來 欺比就是改圖 欺比與狗不得內盡 應該是昨天的 昨天還是前天 有些網友登了出來 昨天有低質通告 是由反駁隊寫 黃金反駁隊 黃金反駁隊 叫了你不要拍的 還拍? 拍通告 就是拍你通告 欺比也有拍下來的 昨天的影片拍了 明明貼出來的那段時間 是6月24日 為什麼你會把這個通告 最少的是那個日期寫6月14日 他說單是這件事 那個管業處李小姐就即炒了 為什麼是6月14日 其實是一早已經寫定的呢 一早已經做定的功課 但不可以這麼說 因為再檢查管業處李小姐 那個亂衰事件 是6月20日的 即是美來人 不是啊 這是不是坐時光機寫的 這件事 更加奇怪了 他終於寫對了 有個別媒體以暢衰黃金 作為主題角度報道 目的是影射當今經濟市道 因為有些人就經常在暢衰香港經濟 明明香港有志及興 是在暢衰 這些已經過了23條 批評都可以過23條 所以欺比一再強調 他昨天拍一段片 他那一段片 一再強調 就是三個月前 我這段片 就是欺比那一段片 只不過我強調 他是反映黃金的實況 黃金仍然很多人去 所以他就特意選一個星期日 多人去黃金的那段時間拍片 他說黃金很多的那些客人 就是被隔壁的那個深水埗電子特賣城吸了過去 但是不代表黃金因此而死 是 接著呢 之後他下面有一句就說 個別媒體深知 以黃金電腦商場作為主流報道 容易為他們帶來可觀的流量 你可不可以講得簡短一點 黃金商場 其實黃金商場和黃金討論區 是不是沒有關係 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你真的很不 你寫這些廣告 你寫這些通告 是想 有公關目的 你也知道 光顧黃金其實很多都是 不同年代的男士 也不會買這些文字 容易為他們帶來可觀的流量 你直接寫口語 你不要寫書面 麻煩 很多人的資格 我資格 你們一個二個在搶黃金 為了流量 為了抽水 我幫你改寫 這些失實的報道 可以迷惑眾人 黃金的名譽又受損 這就叫損人不利己 簡單來說 你是不是可以這樣寫呢 你看到很累積 大佬 你要消化 好像你在咬牛媽根 弄不熟 明明是萬主的 你搓熟他 就叫人家不斷咬 像醬筋一樣 生咬牛媽根 你看這些文章 就叫你生咬牛媽根 你看黨媒也是 你看人民日報也是這樣 煮熟了 猛火燒牛媽根 叫你吃 哇 真的練牙力好 然後說 經熱心的業 我教他怎麼寫 經熱心的業戶 什麼叫業戶 我沒聽過叫業戶 提供專業意見 建議之下 業戶是租戶 那你就叫租戶 因為有業主 也有商戶 所以是業主及商戶 誰想知道你誰提供意見 你管理處費 就會周圍問人 經過我們管理處打電話問功課之後 然後就安排為黃金電腦商場 揀寫更新網頁的國社策劃 顧問公司 我哪裏想知道你誰幫你寫更新網頁 你說找公關就找公關 這些文章在我們中學 這些是作文比賽也好 作文功課 肯定被人查到亂七八糟 A 保實用文寫作 這個叫聲明 對 聲明通告 這個他自己會通告 但你通告也好 你是想別人認真看的 你不是說 你寫律師信 你寫律師信沒有所謂的 你寫律師信 你寫得奸力一點沒有所謂 總之就是跟你說 我現在警告你 我保留法律追究的權利 請你幫我省定一點 你儲好錢 就去賠償 大概是這樣 開你拖之前 這個叫做先小人後君子 但你不是 你想寫一篇文章有人看 想寫一篇文章有人看 你現在找什麼公關都好 你這篇通告 就是很垃圾的公關 周圍告訴人 我要打電話問功課 要人推薦 我才知道 要找一個國社策 或顧問有限公司 什麼國社啊 有誰認識你國社啊 國社很厲害嗎 什麼人 有什麼才子寫手 在幫你寫 國社搜尋完之後 都不知道究竟是一家什麼公司 唉 你不知道就是了 你又要答奪 那奪又沒有人知道的 又不是即將的 可不可以寫得簡單 你這篇作文 是不是騙字數的 老闆叫你幫我寫一篇 五百字的通告出來 那你就是為了寫那五百字 那篇文就寫到牛媽筋 很難咬 我越看越像 那些中學生 寫五百字作文比賽 五百字不是作文比賽 而是作文功課 為了滿足的字數要求 寫很多廢話進去 是嗎 沒有心機寫的 那些就是了 大哥 哪有人這樣寫中文的 功課要求你五百字 當然是隨便作文 但是問題就是 你是管業處 多少字數對你來說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 你要傳達什麼訊息出去 就是很多廢話 即將的星期六 本週六日 行不行 你老母 所以就說是騙字數 哪有人這麼內聚 即將的星期六日 到現場 到商場現場採訪 拍攝商場日 佔進入黃色的正面報道 喂 你自己要唱好黃金故事 就不要告訴別人 我現在呢 就在這裡 密羅緊固 要唱好黃金故事 你說到明 我要唱好的話 那些人就會 即是有了心理準備 就為了唱好而唱好 就當你是李家超 說好香港故事 所以他叫國社 到時候 這個星期六 國社的人 如果來訪問你們 記得要歡迎 即是叫你笑臉形人 你不要貼通告 你給信 行不行 私底下 找個食招 跟你耳語運動 信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不識字 還寫出來給別人看 這個租戶 今個月 業主 就大籌賓 說好黃金故事 大籌賓 即是如果誰 就配合 有公關公司來拍片 說得好的話 就可以減租五成 吵你老母 即是我們大抽獎的 誰說得好 最後公關剪了你這條片 那你就可以減租五成 這個月而已 這個月而已 即是如果有騙到一千個讚的話 下個月也減租五成 你老母 說而已 之後就搬龍門 你老母 這樣就不同 但你現在不是 公告天行 我今個星期六日 要唱好黃金故事 這樣 這樣有沒有用 阿鐵都說了 有瀉自然香 洗鬼找人唱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你不是政府 不是騙KPI 寫的東西 所以 稀稀給他 他最後對管業處 李小姐 只有一個 comment 就炒了他 炒了他 就炒了他 街時 就持有國社顧問公司有限職員證 你不要這樣 這樣說 如果你拍片的 首先 你要問一下 你是不是國社的 有個 菲比2.0 菲比2.0 我當是菲比 菲比來拍片 你是不是國社的 不是國社的 你老母 如果別人拍到這段影片 登了你出去 你不是國社 你不是國社 以蘭斯吉路人家貼上網 你之後怎樣唱會 都沒有用 你騙不到業主公五成減租 在此之前 黃金很聰明 已經找了食招 什麼無死角監察 誰就拿出來拍片 立刻抓住他 真是壓得招 很難保證 會打到自己人 現在香港是不是沒有人才 專業人士 也沒有 那些人 文不好 那些人 是不是都很難找呢 現在 李嘉誠幾 幾年前 就試過出一百萬去聘請中文主任 現在李家超中文這麼差 都可以做特首 那你等而下 可想而知 那些水平有多麼低 陶傑早十幾年前已經強調 十幾年前已經說 英文好的香港人 大把 中文好的香港人 變得越來越值錢 不是不是不是 英文好 所謂英文好 英文好 英文好大把 那些就是 grammar 好 用來做補習那些 你說英文文化水平高 可以做到才子 那樣的 那就真的不覺得 那你不要說我們 那你香港 除了 你以前做的那些 有沒有本身土生土長的 港男港女 那些主播 可以自己做節目 新聞節目什麼都好 我只是看到Amy Wong 她的YouTuber 是吧 有誰啊 你說來講 她的Amy Wong 找不到第二個 我自己 純粹沒有留意 算夠數吧 謝鎮忠 那些幫特首辦寫稿 都這麼廢 是不是 那你更何況 黃金呢 如果你黃金寫得好的話 李家超就可能覺得要換人 你爬回到黃金的底牆 不是 他跟黃金交換 是不是 轉會費 轉會費多少 你跟黃金談 東方三博士都去了英國 你現在還有什麼文化人 中文好而已 中文好不是那麼難 但是 我不明白 其實不是黃而興 但是很貴的意思 而已